我们就不知道说今天晚上 赖清德去台南 因为今天晚上 明天就要党主席的选举嘛 今天是最后一场 那么今天晚上呢 赖清德是到了台南去向党员报告 今天不知道会不会炮身隆隆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第二张的电视墙 因为呢今天晚上 赖清德他要回到他的本命区去宣讲 他面对的是什么呢 黑金的问题可必须要马上要 要面对了 问一下这个委员 因为今天晚上向党员的报告最终场 地点是在台南东区的 关帝庙旁边的停车场 之前呢台南市长黄伟哲先被问到 他说在台南的检讨就从我开始 但是呢谢龙介就认为说 今天晚上应该是炮身隆隆 你看到前几次 大家骂的分头骂王世坚 骂这个高嘉宇 但是今天呢 应该是会不太一样的 因为毕竟你台南市长 你之前做过了嘛 对不对你回来了 那今天晚上党员会怎么样呢 那谢龙介就认为说 势必会有很多绿营的党员 像赖清德来诉苦啦 他没有讲说骂啦 他说诉苦 那期待赖清德呢 就任民进党的党主席之后 要立刻展开破例清除台南的官商勾结的黑金 我就看到哇这个信赖 台湾奈子连线马上出来了 这个黄兆辉还有新科的议员朱正轩跟周家伟 就点名了议会就是最大的乱言 就是以郭信良为核心的跑票集团 要求未来党主席赖清德 你要清乱源 但是呢这个郭信良有说 说我不是黑金也不是黑道啦 将会加重这个诽谤罪 好但我们来看到赖清德今天晚上回去 那明天他就选上了党主席嘛 因为这同俄竞选就他了嘛 好呃委员怎么看 赖清德马上面对的是黑金这个烫手的问题 民进党在台南会闹这么大的局面 就两个派系而已啊 一个是陈廷飞派系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新潮流的邱莉莉派系 这就是他们两挂闹出来的把戏而已啊 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黑金啊 会选啊都是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吧 而这两个人不是这一次才开始对打 在四年前就对打过一次了 那郭信良现在算不算民进党 我搞不太清楚啊 上次不对党又无党几名参选嘛 他就是为了想当台南市议长 然后他跟这个陈廷飞关系又非常的特殊 高度结盟所以变成是两挂人马 那因为陈廷飞觉得谁在挡住 他未来选台南市长的机会 就会有面对这么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没有错陈廷飞想选台南市长 这基本上像新潮流啊 邱莉莉啊很多都不支持他嘛 上一次就是这些人支持谁 支持那个相对没有派系的黄伟哲 因为黄伟哲也不是新潮流的 也不是政国会的 也谈不上小鹰系统了 他就是一个孤鸟 但是靠他个人的声望 在这个台南市有一席之地 可是这一次被卷进来他 我让我告诉你 因为邱莉莉其实不是他来挂的人 那问题就是说赖金德是什么 手心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为什么 他是新潮流的啊 陈廷莉是新潮流的啊 可是他一路走来 陈廷飞对他也贡献不少啊 所以今天晚上他怎么演这个戏 他一定要事前先去排好剧本 走位弄好 找很多人去沟通 杨明兄啊 待会儿你讲话 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个大议员啊 你待会儿不要放炮啊 一定会去看马沙基 当然要和谐一下 和谐刷一刷 那如果抓得很成功的话 今天晚上就会有一副那种 哇伟大英明的这个赖清德 要选党主席 要选总统那种气势 现在不正在演讲了吗 那其他的言论就会比较少一点了 那如果没有和谐成功的话 那可能底下要开始炮轰了 那我最可能觉得会最搞笑的 搞不好在台南又开始 在炮轰高嘉宇跟王世坚 跟你们什么事 这个台北市 台北市的民意代表 跟你们台南什么事 然后他们会 不敢抓真正的战犯 蔡英文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林志坚 不敢抓 他搞不好还什么 内心开始在抓什么 郭新娘会不会变成倒霉鬼 比如这几个信赖台湾人县 搞不好去啊 就代表了邱莉莉这一块 去炮轰这个陈廷辉跟郭信良 这一次而且检调单位 出了相当大的众手 之前不是谁在喊 说检调要出手了吗 不是陈廷辉在喊吗 所以就是民进党茶壶里面的风暴 这个风暴已经使茶壶快要裂开来了 现在赖清德想要把这个茶壶给抠起来 看他的本事啦 就看今天晚上 那接下来他接了党主席之后 怎么样来这个 重新在这个党内 那把这个党的这个重整一下啦 那但是我们看到就说 其实郭正亮也有在批评赖清德的 这个以美论 是不是暗藏的2024的算盘 我问一下杨明哥 因为他说2024不能用抗中保台拿票 所以呢要主打这个美台关系好 就可以保护台湾 主要针对的 他认为针对的就是侯友宜嘛 因为侯友宜之前讲说不当强国的棋子 他认为这是国民党2024的总论述 那郭正亮认为说 第三就是这个操作定义 绿营呢是亲美派 然后其他的蓝白都是亲中派 这个是郭正亮的一个 他的分析 杨明怎么看 就是说赖清德因为现在 他的这个以美论 为什么在之前那个时候提出来 以及接下来他要当上了党主席之后 他对于这个两岸论述 还有这个他未来要选总统 这个部分他是不是应该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先补充一下 这个在屏东确实是 因为今天下午这个赖清德在屏东 那屏东确实他们民进党党员 还在检讨高家瑜 还在检讨高家瑜 高家瑜真的是 有一个党员说高家瑜没有来 我很高兴 他说台大法律系没什么了不起 要开除啦 叫他不要太过分 所以还是 所以在台南很有可能 还是继续修理高家瑜 我们要请这个制作人帮我们听一下 是不是现在在这个台南的部分 那另外当然这个我觉得 你要说赖清德去批评 以美论这样的论调 其实也就符合现在美国的主流 主流的所谓的他们官方 特别是来台湾访问的 这些前官员的这个说法 因为甚至有好几个 这个官员来到台湾之后 都说哎呀看到你们说什么 台湾要变乌克兰啦 什么美国要把这个台湾变成战场 这样说法他们都觉得是中共的认知作战 所以很这个对赖清德来讲 就他一个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来讲 他一定要很快速的把这个风向 这个定义明确 就是他要靠向美国 那因为美国那就很明显就是 美国还没有给他一个所谓的 所谓那个叫做给他一个过关的一个标记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任何政党的 目前我们历任的总统候选人 基本上都是要美国认证 要有美国认证的标章 然后呢你才能够这个出现或是怎么样的 当美国人怀疑你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今天不是以美论 是美国不要怀疑赖清德啦 所以今天他在他这样的表态 某种程度就希望美国不要怀疑他了 他是真心心向美国 然后呢未来在台湾的这个未来领导 都遵循蔡英文的路线 就是一路跟着美国走 但是郭正雅认为说 历任的总统之前的几位总统 都曾经对美国说no说不 但是你耐心的难道不能够有表态吗 关键就在于说 攸关到台湾本土利益的时候 你要懂得说不 现在蔡英文最为人诟病的就是 台积电怎么可以轻易的 就到其他的国家去设厂 如果今天你把它当作一个 国安的筹码来看的话 这是国家力量要记录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意 它是你国家安全 所谓戏顿的护国神山的概念 而我们从美国那边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是 什么几年几百亿的 什么美金的什么什么军援 但是贷款要还 后来发现要贷款 对是贷款要还 那可是如果一旦今天台积电真的出走 我们没有说台积电会出走 我们说如果有一天 当然因为它的现在布局在海外嘛 如果有一天这些海外的这个设厂 导致它这个全球布局 有一天它放弃了 反而从它的根离开的时候 那我们台湾剩下什么 我们的安全谁来保障 那这个下这个决策的 或者说协助美国达成这样的一个成就的 这样的元首那不就是一个不懂得说不 不懂得去为台湾国家利益争取最大的利益的人吗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粘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 之前的位置是一直没有讨论的 感谢观看